嘩!這麼快就到月尾了 6月30日 星期二得到 早晨 我是新聞報告員 小碧 先為大家討論頭條 這就是東東日報 藍梅的頭條 想不到她與習大大對著幹 臨近七一她的頭條竟如此寫 賀靜陽哉 港迷失25載 回歸百事哀 香港已回歸了25年 我們是改寫了外媒曾經預言的香港已死命運 還是墮入了香港人難治港的迷失漩渦呢? 東東日報分析和比較多項民生數據 發現大部分香港人好像原地達報一樣 去到今年3月至5月的失業率 遠遠超過25年前 最新輪候上樓人數打回原形 而縱緩領取人數亦居高不下 不變的就是中產人才爭相走老的移民潮 越來越兩極的貧富懸殊 以及越來越低的出生率 有工會代表就這樣說 既曾打工仔很難分享香港經濟成長的好處 勞福政策又在25年之間歸步改善 甚至乎不進則退 她促請當局正視香港打工仔年紀大 人工低的困境 單單看25年的香港經濟數據 看本地生產總值 人均GDP等數據 香港其實表現不差 但如果貼地看民生政策和數據來說 不能發現到25年來影響最多香港人的民生政策 非常失敗 首先看看反映居民是否安居落業的數字 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 失業率由1997年的2.2% 升到今年3月至5月的5.1% 同期失業大軍由71200人 狂升到191400人 25年期間香港居民人數上升 但失業率同步飄升速度 遠遠超過人口的升幅 可以見到市民搵食艱難 再看看拿中緩的數據 1997年就有186,932宗 而最新的2022年5月底的申請數據就是 213,542宗 期間錄得上升的就有就業人口每月人工中位數 1997年大概是9000元 今年1月至3月升到18000元 就是看數據好像有一倍勝幅 好像很好 但其實25年來的累積通脹是很高的 只要看看樓價的指數 交通費的負擔都不止一倍的增長 就知道打工仔生活艱難了 而香港最為人救病的房屋供應 在1997年雖然未推出配額和計分制下的 非長者一人申請和一般的公屋申請 但當時平均輪候時間已到6.6年 25年過了 香港的公屋輪候時間 一到2005至2011年 跌至輪候1.8至2年 但近年就逐漸打回原形 申請公屋人數不斷攀升 截至今年的3月底 過去12個月獲得安置住公屋的一般申請人士 平均輪候時間 再度攀升至6.1年 創了本世紀的新高 反映輪候上樓時間依然很長 基層上樓遙遙無期 至於公屋申請數目 就由1997年大約15萬宗 上升至2022年3月底的 245,200宗 再看香港人相關的生命事件 25年期間 香港出生率大部分時間低位 粗出生率即按每千名人口計算 由1997年大約9.1 下降至2021年5.0 香港的男女平均預期壽命都有增加 但因為命長了 所以退休之後的生活 壓力大了很多 看盡了四分之一世紀的 勞工福利輕衰的工會人士 張麗霞表示 在25年以來 香港基層人士的人工變化不大 即使當局推出最低工資 聲稱保障低薪一族 但一直因為檢討時間很長 勞資拉鋸被拖延 上一次的商討更慘被凍結 工友變相四年沒有人工家 薪酬追不上通脹 基層人士亦不夫之 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他又指出 基層打工仔沒辦法分享 香港經濟成長的好處 好多人工時長 人工低 25年來 打工仔一直爭取的退休保障政策 亦沒有進步過 好多基層打工仔 好似陷入貧窮的循環 生活毫無尊嚴 他便建議應盡快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例如 衛合資格人士設立每月定額退休金 以及考慮以生活工資 取替現時的最低工資 林田月娥就那頭近了 她被迫留在香港那裏 你猜她家人在哪裏呢 行政長官林田月娥今天即將寫任 她早前就說之後會和多些家人相處 又說部分時間會在大陸或外地生活 並且退路兩個兒子都不會留在香港那裏 你又說你自己很愛國的 為何將子女送去外國那裏呢 有傳媒發現 她的大兒子林志思 和二兒子林若希 現在分別在愛爾蘭和法國 繼續讀書和發展事業 林田月娥的大兒子林志思 畢業在劍橋大學數學系 曾任職大陸手機公司小米營運經理 在2019年傳出她辭職 附及愛爾蘭都柏林大學 修讀希臘哲學碩士的科程 傳媒就說 林志思現在在愛爾蘭都柏林 聖三一學院的古典學系那裏 供讀博士學位 並且上年獲得愛爾蘭政府 頒發研究新的獎學金 申報的研究範圍 和古希臘的文學有關 每年獲得至少13萬港元 至於兒子林若希 她去年曾公布 由秋天開始出任美國史丹福大學 和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 IHES博士後研究員 根據IHES的網頁 林若希是數學系的博士後研究員 陰期是今年1月1日至8月31日 IHES曾在網上發布一條短片 這條片就說 林若希是IHES一個課室中 講解數學的理論 相信她現在仍然身處在法國那裏 在2017年林甸參選行政長官 她競選辦回覆傳媒時承認 林甸月娥整家人 曾透過英國政府 90年代推出的巨應權計劃 獲得英國國籍 林甸月娥在2007年出任發展局局長時 已經放棄了英籍 將來應該不會重申請 但她的老公 林兆波 兩個兒子 林哲斯和林若希 都仍持有英國國籍 林兆月娥當時接受傳媒訪問時 也承認林兆波是有英籍的 但只會視英籍作為旅遊證件 嘩 即是她說完了 林兆波這些不是BNO Visa 她是直接有英籍 已經完全入籍了 這些都說叫旅遊證件 即是甚麼都你說完了 龍門任你擺 現在2020年8月 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損害 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員 林兆月娥是榜上有名的 傳真社發現 當時在哈佛大學 供讀博士的林若希 早在制裁實施前的一個月 向同學表示 屋企有急事需要返回香港 她的私人物品 留在原租住的御所那裡 業主也一度未能聯絡上她 之後有傳媒報導 林若希上年年初 在一個網上學術交流會現身 現在承認她已經回香港 她的背景窗簾也與禮賓府相似 林典月娥後來接受訪問說 因為維護國家安全而受到制裁 是她的榮幸 對於在美國讀書的兒子 是否受到制裁影響 她就這樣說 家裡的人會明白 要令她們做出一些犧牲 她們也是願意的 而今年四月 林典月娥因為家人認為她 夠時間回家 不再尋求連任特首 林典月娥接受彭博邦博專訪時表示 不會就任內做任何事向香港人道歉 但她反而希望向老公和兒子道歉 因為他們選擇作出犧牲 支持她服務香港人 將香港建設為國家的一部份 不知的寫飲後走出街 會否被人扔番茄或扔雞蛋呢? 下一則新聞 如果大家要慶祝一些喜慶事 你會怎樣慶祝呢? 番徐麗他有另一個看法 她就說 喜慶日子應該安靜地 開心地慶祝地說 社民年2006年創等之後 每年七一示威從來沒有缺席 但社民年主席陳寶瑩昨日發表聲明表示 部分義工被警方國安處約談 決定今年七一不會再有任何示威活動 全人大常委范徐麗他就說 這件事不會影響集會自由的 她認為香港回歸25週年屬於喜慶日子 大家應該要安安靜靜開開心心地慶祝 番徐麗他被問及社民年被約談 是否擔心影響集會自由呢? 她就說不認同集會自由受影響 並且說過往有政治性團體 喜歡喊口號和和黑警對視 她認為在香港回歸25週年的喜慶日子 大家應該要安安靜靜開開心心地慶祝 她又說市民不應該被藉口西方傳媒 找些事批評香港 記協昨夜指出至少七家本地和外國大型的通訊社 報章、電子傳媒和網媒接獲政府新聞處通知 因為保安理由至少十個記者和攝影人員被拒絕採訪 被拒絕採訪的是七一星期禮和新一屆政府宣誓儀式 亦有政府新聞處的工作人員不獲批准入場地 現在我經常說沒什麼新聞可說 原因就是所有發言的人全部都是男的 我還可以說什麼呢?全部都是官方的口吻 全部都是維穩的一言堂 下單新聞又是黑警的好事 邱班黑警涉嫌馬鞍山超市偷拍裙底 在今日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在今年2月9日晚上8時 一個姓歐的47歲男子在馬鞍山新港城四旗 商場一間超級市場裏面 懷疑用智能手機用低角度拍攝 一個22歲的女子裏面 幸好事主及時察覺到立即停止她的惡行 她發現事敗立即落方疑圖 這位女事主的男朋友33歲姓關的男士 最終在一間商鋪外面把歐黑警截停 根據網上流傳影片見到 一個男子在截停黑警後 一手捉著她的衣領 而且情緒非常激動 大聲在X對方 三個商場保安聽到後 立即到場了解 同時再旁安撫男子情緒 另外她的黑警同袍接獲 經調查後 以涉嫌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 部位 另外她的黑警同袍接獲 經調查後 以涉嫌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 部位罪名拘捕她的同袍 案件交由沙田區重案組跟進 姓歐這個男子就是幽班黑警 不要用歐班黑警 這個男妹經常用幽班黑警來形容 應該直接說黑警 什麼幽不幽班 事後已被人停職 據悉她駐守的交通部 中央交通為例檢控組 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 案件將於今日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先說輕鬆一點的話題 如果妳在建工時被人問妳 為何想加入我們公司另一個點答呢 每對畢業季節或轉工跳槽 很多人都積極地找工作 不單單要搞好履歷 更需要精心準備面試 在家首先無疑控面試官可能會提出的問題 目前有個女網友在網上發表文章表示 她每次面試時都遇到manager問她 為何想投入我們公司呢 她心裏就這樣想 我只是想賺錢而已 所以問其他人有沒有比較好的答案 這個話題引起網民的熱烈討論 事主提及到 當她每次面試時 都會有幾間最想去的公司 行業或職缺裏面 不過到最後 如果是心目中的優先工作都沒中的話 她便會退而求其次 希望有工作便好 所以開始 請一些CV 去一些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工 但每當面試時 她們便問這些問題 她心裏便這樣想 我上班只是想賺錢而已 上班不是為了賺錢嗎 不知道針對這個面試的題目 大家有沒有好的答案呢 網友分析了幾點 大家如果在找工作便要留意 第一點就是 她想知道公司和你的職業生涯規劃有沒有關係 其次就是 主要看你有沒有做好功課 對公司有多了解 你又能為公司帶來什麼效益 最後就是 如果公司對你來說 一點吸引力也沒有 怎樣可以確保你會對公司可以盡心盡力 例如你可以這樣說 我不是單單找一個職位 不是想著打工 我是要找一個career 一個事業 或者更直白一點就說 我不是想填補這個職位 我是考慮到自己未來的職埋規劃 和你們公司的企業文化之後 才選擇來這裡應徵這個職位 如果你這樣說就得看好多了 最後一個趣聞 大家不知喜不喜歡去澳牛吃東西呢 現在澳洲開了一間鬼佬版的澳牛 客人本於是錯的 竟然大受歡迎 當我們找在哪一間餐廳吃東西的時候 除了想過食物質素外 服務也成為非常重要的指標 但澳洲就有一間叫做Karen's Diner 餐廳 以服務態度差做賣點 原本以為是顧客至上的行業之中沒辦法生存 所以餐廳首先以快閃店的形式開設 但想不到結果大受歡迎 那些waiters 那些服務態度很差 竟然吸引很多客人上門當股 他的經理就這樣說 因為那些人都喜歡被人虐待 你可能會以為這間餐廳的老闆肯定是叫Karen 所以才把這間餐廳叫做Karen's Diner 但其實不是的 Karen 在外國是一個slam 就是理喻的意思 用來描繪一些利用自己白人權利 要求這樣要求果認的白人女性 例如因為一些小事就要叫經理出來 之後就更加演化成凡是不遵守防疫的規定 或是年齡歧視、性別歧視、種族主義等行為 都會被觀賞Karen 的稱號 而這間餐廳的命名 正正是借監了這個網絡文化 以蘇造餐廳別樹一試的特色 如果你又叫Karen 的話 餐廳就會送你一杯免費的飲品 以便彌補Karen 的脆弱心靈 Karen's Diner 是一間美式的快餐廳 在這裏你能想到很差的服務也有機會發生 例如等待員面無表情地帶位 對你調個餐牌 很不耐煩地皺眉頭幫你點菜 在你叫他的時候不臭不睬 更加有可能會罵你回頭 而這些服務聽起來就覺得很生氣 絕對是劣評上見到的評論 但在這裏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 更加又可能因為服務不夠差而被人投訴 這個耳目一新餐廳風格很快就成為熱話 好多客人慕名而來 目的就是想經歷一次很惡劣的用餐體驗 說什麼人那麼變態呢? 嗚咬我吃過一次就已經發誓不會再吃了 怎麼會有人肯付錢貼士買爛售呢? 正正是為這個無禮貌獨特服務 現時Karen's Diner 現在在澳洲 好像六間分店那麼多 甚至在英國的曼切斯特、曼切斯特、 謝輝爾特、Sheffield、 北明漢、Brimenham等地方已經開設了海外分店 對於這間餐廳那麼受歡迎 品牌的總經理Mitch Rensley 表示 我們的品牌發展得那麼快我們都很驚訝 因為這樣顯示了人們喜歡被人虐待 當他們對著等待客人大聲叫 洗哩洗腦的話 等待客人同樣以那麼差的態度和他們回擊 這裏的顧客並不是皇帝 反而本住顧客永遠是錯的的宗旨 畢業Waiter 的惡劣是有底線的 餐廳嚴金任何的Waiter 進行人身攻擊 就有笑身體殘障人士 發表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的言論 所以在這裏工作的人需要經過培訓 以免真得罪客人 當然如果客人回講一些 當然如果客人回講一些太過分的說話 亦有可能被請出餐廳 如果對於這間餐廳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到他的官網了解這個詳情 他的名字叫做Karen Steiner Karen Aposophie S D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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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沒有興趣試一試呢 我就看過一個YouTuber 帶他的爸爸去這間餐廳 他的爸爸不知道 於是最生氣的就很生氣 不歡而生 給我 你請我去吃 我都不會去這些餐廳 今天的新聞就是這麼多了 這麼快便到星期四了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星期四 拜拜